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完成此目标 3.发愿培育尚未深启之善念 并且努力精进 全力以赴来完成这目标 4.发愿促成已经生起之善念 愿它持久不混乱 进一步发展扩大自身 达致圆满 并且努力精进 全力以赴来完成这目标 2.常在心中想着 放强热的放强热的放弃恶行 这是犯得到的 如果不可能犯到 佛陀也不会如此教解 放弃恶行 能滋长利益和快乐 远离招致损失与悲伤 因此 世尊对众生说 放弃恶行 3.反之 培育善行 这是犯得到的 如果不可能犯到 世尊也不会赞叹善行 培育善行 能滋长利益和快乐 远离招致损失与悲伤 因此 世尊对众生说 培育善行 4.活法从恭敬中求 师长应是学生 如儿子 学生 则应是善之士 如父亲 彼此 彼此便能互相尊重与顺从 能和睦共处 在求法与修行的过程中 成长与进步 5.一个人 对如来的信心确定不疑 坚固不变 不为任何影视 波罗门 天神 摩罗 泛天 或世人 所动摇 他 可以正确 无故地说 我是真佛子 由佛口中神出 由佛法中神出 为佛法所创 是佛法的继承人 6.世尊说 语言 如果具有某四种素质 就可以称得上是善语 非恶语 无过失的言语 不为智者所责备之言语 哪四种呢 1.说话时的用语 是美妙而不丑险的 正确而无妙误的 正确而无妙误的 称美妙之言语为第一 称正确无妙物之言语为第二 称温和不刻薄之言语为第三 称真实非撒谎之言语为第三 称真实非撒谎之言语为第四 犯指所尊者 用以下词语赞美世尊 1.人应只说出 即不伤害自己 亦不伤害他人之言语 这才是真正美妙之言语 2.应说出 温和之言语 令人喜悦 受人欢迎之言语 不含恶意之言语 有善地与他人交谈 3.真实之言语 这是永恒不变之法则 有得者坚持使用 真实有用正确之言语 4.佛陀所说之言语 使人赞 使人赢得安乐 断除烦恼 正悟涅槃 这确实是至上之言语 8.善语也包含了四设法中的爱语 爱语 抑制慈爱的语言 态度与表情 能够把自己内心想要对人表示的关怀 体贴和勉励 透过语言表情或手势等肢体行为表现出 像是点头回笑 我们称之为肢体语言 这些动作都可以算是碍语 9.只要心怀慈爱之心 9.对人关怀 所表现出来的任何一个动作 表情、言行 都会让人感到温暖 这就是爱语的力量 10. 爱语是佛教的四设法之一 四设法 也就是对四种设化众生的方法 不施、爱语、力行、同事 用这四种方法 先表达对人的关心、勉励、宽容和谅解 以真诚的善意 以真诚的善意和对方往来沟通 之后采用佛法来和他们交换意见 十一 要以四设法度众 首先 可能是非每天才是爱语的亲切 这才是爱语的表现 十二 如果众生觉得你说的话做的事 都是他也应该做的 应该听的 就会愿意主动向你学习 也因为实行爱与者的言行 都合乎佛法的标准 所以这爱与也合乎四摄法里的摄 自然能让别人认同你 涉受他人跟随你学习 这才是真正的爱与 十三 亲近善事是迈向八正道的先驱 当一个人都与善事为有时 将来一定能培育 与发展八正道 十四 佛陆教导有六种顾虑周到的行为 那六种呢 一 不论在公开场合或在私底下 都以慈爱的行为 对待在圣洁生活中的同修 二 不论在公开场合或在私底下 都以慈爱的语言 对待在圣洁生活中的同修 三 对待在圣洁生活中的同修 不论在公开场合或在私底下 都以慈爱的信念 对待在圣洁生活中的同修 三 不论在公开场合或在私底下 四 通过正当方法取得之物 即使仅是报废之物 也应该无私底和圣洁生活中的同修分享 无 再者 应具备 完整 无缺点 无瑕疵 无污垢 能带来自由 有助于禅定的德行 以便与同修们和睦共处 六 最后 因培育能拯救 即引导一个人 做出断除烦恼的行为的正见 以这正见与同修相处 十五 十五 休息慈爱 增长慈爱 扩大慈爱 使慈爱 使慈爱成为一切的媒介物与基础 十六 坚持 坚持保有慈心 使慈爱成为习惯 使慈爱巩固 通过如此修习 而达到的心念解脱 会有以下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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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即睡着时与清醒时都很安乐 不作恶梦 二 能受到人与非人者所喜爱 三 受天神保佑 不为火、毒药、刀剑所伤害 四 心念容易集中 肤色晶盈 五 临终时头脑清醒 即使没有进一步修持 至少在来世 能上身色界天 十七 念住此心 就能断除称恨 念住 念住悲心 就不会危害众生 念住喜心 就能断除厌恶 念住舍心 就能断除感官反应 念住不禁 念住不禁 就能断除执着 念住无常 就能断除自高自大的我事 十八 放弃了对世间世事的欲望 一个人的心念 就不为欲望所束缚 因而非净化了 放弃称恶念 一个人 就会洋溢着慈爱与悲悯 就会为众生 谋福利 因而净化了 憎恨与敌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 给众生的净土 让众生的解脱 阿弥陀佛 谢谢你 给众生的希望 让众生不盼光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由您一起 扶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明 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3月28日星期二上午9点 佛学讲座 即佛前大公 13点30分 余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惠太法师 惠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主法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供目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之夜花莲中心 二月共修法训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 二月十二日 二月十九日 二月二十六日 每周日下午一点三十分 礼拜八十八佛鸿明宝颤 点灯供水 要供即甘露诗时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一百六十号 电话03-831-1673 敬请也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中文号 後快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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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